本期话题 胡臭和叶臭的区别 刘玲玲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医学名词应该叫叶秀 它主要是在遗传因素的作用下 在叶窝这个地方顶密寒陷的分泌过于旺盛 那么在局部的细菌 比如说一些棒状杆菌 还有一些微细球菌的作用下 参与下产生的特殊的臭味 多数是在青春期以后发病 老年以后其实就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就不明显了 青少年或者是青壮年期 有的人还是挺影响生活质量的 主要是其实影响的是社交 别人们就会有一定的微词这样的 所以还是主张积极治疗的 所以根据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治疗的需求 来选择治疗的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